南韓光舟世大運明天就要開幕了 而我國中華代表團也已經陸續抵達了 儘管說MERS的疫情依舊是威脅著南韓 不過別擔心世大運的活動並沒有因此受到影響 而中華代表團在今天上午還參加了選手村的升旗儀式 典禮是輕鬆活潑而且歡樂簡潔 完全展現出大學生的青春氣息 地板動作 火力四射 這不是街舞大賽而是光舟世大運選手村的升旗儀式 有別以往的開場給年輕選手不一樣的歡樂氣氛 我覺得韓國辦得還蠻好的 而且剛剛上去一開始有做那個韓國那種熱舞 這樣子我覺得也不錯 很活潑 我覺得跟亞運比較不同 就是可以接觸到很多外國那邊 歐美那邊的選手 那我覺得蔡佳克的典禮就是也會激勵到自己 自己中華台北的隊伍就是想要更加油 升旗典禮並非只有中華代表團 還有來自各大洲的國家 一塊舉辦 一同交流 很期待啊 然後就看到很多各國不同的人 整個裡面的氣氛非常青春洋溢 真的 然後又有很多歐美的選手 他們都很容易放拍 在路上就會邊唱邊跳 甚至是在餐廳裡面也都會非常熱鬧 雖然這次營區比較小 但是各方面他們的志工什麼都非常多 而且走在路上問人他們都知道 都會說中文 然後覺得親切感還蠻重 我覺得他們服務這個小細節還蠻感受到的 世大運選手年齡相近 互動更是熱情 加上MERS疫情沒有影響到光州地區 各國運動員放心比賽 開心交朋友 Utm TV 許家榮 楊玉欣 南韓廣州報導